Fireside 卢边论坛生态有了一个新功能,那就是去中心化审核。 这个新功能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上的更新,更是对传统社交媒体范式的颠覆。 随着这一创新的引入,我们将迎来社交媒体互动方式的全面变革。 因为这个新功能摆脱了传统中心化算法支持的Web2平台的束缚, 与那些仍然依赖传统中心化算法的Web2平台不同。 Fireside让用户从被动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 从而塑造了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放的社交媒体环境。 大家好,我叫小萱。 今天小萱我会跟大家分享PiNetwork首页更新的内容。 详细解说Fireside生态新增的去中心化审核功能, 卢边论坛的发展和愿景,去中心化审核的特点以及个人对去中心化审核功能的观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主页更新,Fireside新增去中心化审核功能。 PiNetwork App的首页在12月13日更新了。 这次首页更新的主要内容是,PiNetwork项目方宣布了一项激动人心的新功能。 那就是,Pi生态系统中的Fireside生态增加了一个新功能。 那么,Pi项目方引人的这个新功能就是去中心化审核。 这是一个独特的WAT3工具。 通过创新的代币化奖励和处罚机制, 推动社区成员负责任的参与内容审核。 就是说,每个Pi先锋用户可以成为内容的审核者, 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安全、相关且适合每个人的社区空间。 这次更新是PiNetwork Fireside生态迈出的一大步, 为社区打造更加开放、透明和活跃的生态系统。 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变革。 因为可以让所有的Pi先锋用户们可以亲自参与审核内容, 共同创造一个既安全又相关,适合每个人的社区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来深入了解这个功能的愿景、详细信息, 以及如何加入这一过程的说明。 首先,这篇文章的这里说, Fireside Forum推出的新功能去中心化审核。 这个功能的初衷是在社交媒体中激励用户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参与内容审核, 从而保障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真实性和可信度。 去中心化审核的目标是通过激励Pi先锋用户, 让他们为创建有意义,尊重的在线对话和互动做出贡献。 从而为更好的WAT3社交体验助力。 文章中提到这是一个让我们社交媒体体验更为透明和负责的WAT3愿景。 因为在WAT3愿景中, 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不再由中心化的机构或算法垄断, 而是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让用户参与其中增强透明度和负责性。 那么,Fireside卢编论坛自2023年6月推出以来, 就已经为全球数百万先锋用户提供了一个灵活、游人主导的环境, 创造了一个充满灵活性和人性化的社交体验, 摆脱了传统中心化算法支持的Web2平台的束缚。 与那些仍然依赖传统中心化算法的Web2平台不同, Fireside Forum打破了束缚, 让用户从被动观察者变成了参与者, 从而塑造了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放的社交媒体环境, 借助全新的经济模式, 最终奖励积极的互动并抑制负面行为。 那么该模式的目标是奖励那些积极互动的用户, 鼓励有益的社交行为, 并且通过一些机制来遏制负面行为, 以保持社区的积极健康。 所以, 派用户们不仅可以通过点赞、添加FIRE 或取消点赞、删除FIRE的方式有机的策划内容, 而且还可以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参与审核行为, 即审核社区成员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 总体而言, 这表示Fireside论坛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由, 人性化、去中心化, 以用户为中心的社交平台, 让用户参与到平台的发展和规范制定中。 这样的设计有望促进有意义、积极的互动, 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社交体验。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Fireside卢编论坛背后的愿景。 那么, PiNetwork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全新的Web3社交网络, 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数字资产的拥有、 存储和分发之外, 同时通过激励和惩罚机制, 为我们在线生活中的问题提供独特而分布式的解决方案, 通过加密货币的设计, 通过这种新的机制, 它项目方期望为全球人民提供创造新的高质量互联网体验的能力, 其中包括更高质量的内容、 真实性、建设性的对话、责任追踪、 更加健康的在线社交互动等。 而Fireside生态新增加的这个去中心化审核功能的核心思想是, 通过整合加密货币技术, 创造一个自我维持和透明的内容生态系统。 这样一来, 不同声音将能够得到更为公正和平等的听取, 同时确保我们的在线行为对他人负责和充满尊重。 这一功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创新, 更在于他为全球帕社区赋予了塑造平台眼镜的力量, 通过推动内容质量, 促进有深度的社交互动, 建立问责制, 以及创造更为健康的在线环境。 去中心化审核将为Fireside的发展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个特性的引入是对社交媒体审查方法的一种全新探索, 旨在在保护社区和用户的同时, 保持对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通过加密货币的奖励机制, Fireside期望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积极, 真实和有意义的在线社交环境。 这将为我们的在线体验带来更大的多样性, 同时确保我们的数字空间更加和谐,可持续。 OK,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Fireside论坛的这项去中心化审核的功能能有哪些让人振奋的特点。 首先,去中心化审核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自我维持的内容环境。 这可不是一般的社交平台, 它希望每一个PiNetwork的先锋用户都能成为内容创作者, 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浏览。 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提供宝贵的意见, 参与内容的评审, 从而为共同创造一个引人入胜的社区分为出一份力。 那么,这项新功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分层审核级别。 Fireside建立了一个层级系统, 强调责任和讲成机制, 每个层级都有特定的职责, 而且会有相应的代币奖励和惩罚。 这就意味着那些为社区做出出色贡献的Pi用户将被提升到更高的级别, 而表现相对较差的则可能会被降级。 这种独特的设计使得Fireside生态在Wav3的舞台上读数一致。 第二,在代币经济学和权益的发挥方面, 每一个决策和行动都有实际的权益支持。 如果你的行为受到质疑并被推翻, 那么这将转化为一项成本。 但是,每个承担成本的用户, 包括原始发布者、删除者和恢复者都有权提起上诉。 这就是一种保障, 确保社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发生的机会。 最后,结构化的公平性是这个新功能的重要特点。 代币奖励和惩罚的设计注重公平和责任。 Fireside努力确保每个审核级别都保持平衡。 透明且最为关键的是公正。 代币奖励机制将不断进行迭代校准, 以实现其既定目标。 这一新机制的出现强调了Wav3的核心原则, 为先锋用户提供了所有权、自我主权和去中心化, 从而促进更丰富的社交体验。 接下来文章这里提到, Fireside论坛的去中心化审核并不仅仅是一个新功能, 更是在线社交领域迈向真正去中心化的关键设计。 这项创新的审核系统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含义。 PiNetwork项目方承诺通过这一系统维护一个由社区主导的, 真正服务于社区的内容环境。 整体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交平台, 让人们不仅能够积极参与内容塑造, 还能够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受到公正的奖励, 并对他们所产生的内容负责。 这一去中心化审核系统为促进真正参与的自我维持, 和透明内容生态系统奠定了基础。 如果我们透过Fireside看未来, Fireside的去中心化审核正在为内容审核设立新的标杆, 无缝地融合了代币经济学, 先锋用户的赋能和公平奖励机制, 创造了一个紧密而透明的生态系统。 这项功能将改变内容审核的游戏规则, 使其更加公正和有意义。 Pi核心团队对此功能非常激动, 因为这提供了一个让人们以真实身份参与的机会, 强调在Web3时代推进中的人与计算机互动中的人性部分, 表示该功能将赋予用户更真实、自我表达的机会, 而不是以虚拟或匿名身份参与。 那么,随着去中心化审核功能逐步推出, Pi项目方鼓励Pi先锋用户保持积极参与, 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机会等待着我们, 让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更具责任感和透明度的Web3社交体验。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将成为这一变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为更多的权力交到了我们Pi社区的手中, 使每个人都能更有影响力地参与社交互动, 让我们携手前行, 共同迎接更加开放、负责任和融洽的数字社交未来。 小萱我想说一说我对去中心化审核功能的个人观点, 首先,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 因为它意味着怕项目方在不断努力提升用户体验和社交平台的质量。 然而,正如任何新功能一样, 可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 例如可能会增加用户的学习成本, 因为他们需要了解并适应这个新的审核系统。 对于优点方面, 这个新功能的目标很值得称赞, 因为它鼓励用户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参与内容审核, 这有助于提高社交媒体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这也是PiNetwork为了创造更好的Web3社交体验而采取的重要一步。 接着,Fireside自2023年6月推出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它成功打破了传统中心化算法的束缚, 为用户提供了更自由、开放, 并由用户参与塑造的社交媒体环境。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因为它使用户从被动观察者转变为平台的参与者, 从而创造了更丰富、灵活和人性化的社交体验。 新的经济模式也是一个积极的方面, 因为它通过奖励积极互动和抑制负面行为的机制, 促使用户采取有益的社交行为。 这种设计有望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社区环境。 然而,对于这个新的去中心化审核功能, 小萱我认为它在提升社区参与度和贡献的同时, 可能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所以需要PiNetwork持续改进和优化机制。 总的来说, 这次更新和新增功能展示了PiNetwork对于打造更加开放、 透明和友谊社交体验的执着努力。 我期待着看到这些变化如何进一步塑造Pi社区, 并希望PiNetwork能够灵活应对用户的反馈, 不断改进和优化系统, 以创造更好的Web3社交未来。 然后小萱我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因为我们正迎来一个机会, 共同颠覆传统, 构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趣的社区。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为社区的繁荣和活力贡献力量。 所以, 我们共同塑造这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社交未来。 OK,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